接近美國前國務次卿克拉克 和29家企業 副總統賴清德還沒上任 先拼台美外交 我特別要感謝 並肯定美台商業協會 成立以來長期 對台美經濟關係的堅定支持 現在又有美國議員 將來訪美國眾院外委會 印太小組民主黨首席議員 貝拉辦公室 證實貝拉和佛州 共和黨議員巴拉特抵達台北 訪團代表們將和高級官員 商界領袖接觸 此行目的 在台灣成功舉行民主選舉後 表達美台對民主價值觀的 共同承諾 也要深探進一步深化 美台經濟和國防合作機會 我覺得未來還是要取決於 新政府的一個腳步 就是說有辦法很巫實 而且要比較謹慎 很小心翼翼去權衡兩岸關係 還有跟美國的關係 尤其重點是我覺得 國會跟行政部門基本上還是有點差異 不過學者圈圈和擔憂 華盛頓智庫戰略國際嚴重中心 一項調查顯示多數美國和台灣學者 都認為類似1996台海危機 有可能在今年發生 分別約有67%美國專家 和57%台灣專家這樣認為 但多數美台專家也同意 中國目前還不具備有效執行 武力侵台行動的能力 不過未來五年很可能 對台進行隔離或封鎖 這層報告可以反映說 目前的台美兩地的學者專家 基本上都認為台灣 大概不能夠高枕無憂 還是有一些潛在的風險存在 只是這個風險的出現的樣貌 是所謂的這種所謂的封鎖呢 或是大規模的軍演呢 美中台三角關係 依舊是難解議題 TVB的劉宇君 你所恨太保重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